台南市議員王家珍、李忠誠今天接受反電北重劃自救會澄清 在市議會開記者會 控訴市府涉嫌土利財團 讓輔城客運董事長鍾家春成為電北重劃會理社長 自己又是重劃業者 求援監裁判 欺騙300多名重劃地主 市長賴清德的手段簡直是比苗栗縣長劉振宏更粗糙更惡劣 市議員王家珍說 電北重劃讓安南區鄉親沒有隨著重劃案得到任何利益 反之讓地產兼開發商、選手兼裁判的讓財團吃掉地主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如果這種不公不義的重劃要吃掉地主的土地 寧可不要重劃 可是市政府每一次都是用種種的藉口 從來沒有給他們回應能夠解除他們的疑惑 只讓他們更覺得市政府跟這些地產開發商是一秋之河 是同路人而已 所以我們再講我們的鄉親苦哈哈 無語問蒼天 李中成也指出最近市府的土地重劃都馬馬虎虎疑點重重 甚至還有包庇地產開發商之嫌 賴清德所說的公平公正公開都不公自破 為什麼陸續的開發案都落在中家村手中 他認為應該要徹底查清楚才行 就是讓我們覺得疑點重重好像都在包庇廠商或是包庇這些重劃公司 為何捐這一千萬之後有很多土地開發案或是一些重劃的一些開發案 為什麼都是在這個鍾先生的手上 這是讓我們很質疑重重的地方 是不是因為賴市長他跟這位鍾先生在私下有什麼特別的交情 為何在公開場合捐了一千萬之後陸陸續續的一些開發案都在鍾先生的手上 地主代表高丘蘭對於市府地震局及重劃會的片面作為表示相當可惡 高丘蘭說他們一致認為府城客運董事長中家村能成為此重劃案 近二十五公頃的重劃會長是因為有捐一千萬元給伯利恆 市長賴清德才會用市民的財產報答給商界友人 我們到去開會員大會的時候本來我們還寄望說 這個籌備會會讓我們說就是會走正常的會議規範 讓我們在當中可以講話可是沒有當時候的會議非常非常的混亂 主管機關並沒有派員沒有派員來累積 那當時候整個會場上面就只有一個主席拿著麥克風在那邊大聲的叫囂 他你的議案我們只能夠同意跟不同意 只要提出意見他就說你也可以叫不同意啊不同意啊就這樣子 我們當時候只要求說請被提名的地主站起來讓我們認識一下 想不到我們要看清楚看一下說他長什麼模樣 他還跟我們講一下說我個人擁有的土地在哪裡對不對 一個地號他有多少這個都做不到好然後就強行通過 就是他表決的時候就一陣混亂然後這邊擠票擠上去 後來我們覺得說我們要跟師父澄清 我們希望拿到錄影帶能夠來澄清這個能夠來了解這個真相 可是師父人員一直不願意給我們 他說這個他以個資法以資訊公開法來搪賽我們來阻決我們 最後王家珍及李中成市議員結論要將這個案子送到台南地檢署 進行調查讓所有的重劃案攤在陽光底下 記者黃俊懷 林志德 台南報導 他媽媽大族 聽說這首詐索 文宗 他媽媽大族 數字幕 從家庭